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镇子的一家制药厂的山坡上 一个年轻的女子从车间出来 向厕所的方向走去 这时候一个黑影从角落里站起来 立即跟了上去 这时又一个女人从车间里跑出来 追上前边的女人 那个黑影犹豫了一下 还是跟了上去 正当两位年轻的女工蹲下方便时 那个黑影突然闯进了女厕所 一句话没说 冲着两个人的臀部一人一刀 两名女性当时连声惨叫 在短暂的惊慌后就大声呼救 那个黑影听了后快速离开 转瞬间 呼救声引来了工厂里的其他工人 大家前来将两名女工扶出厕所 经过检查两名女工的伤势并不严重 但是却受到了极大的惊吓 警方来到这后 经过现场勘察 发现了一个男人的脚印 这人身高1.7米左右 穿附近工厂常用的胶鞋 而且曾经在现场附近待过一段时间 就此怀疑这是一起报复伤人案 与两名女工有矛盾的男性被拿出来挨个过关 但是调查几天后案情毫无进展 令柳河县警方吃惊的是 1996年2月22日 3月4日 22日 24日晚 又接连些后 有四名女性 或走在路上 或是在家门口 被人从背后追上扎伤臀部 一时间 柳河镇的人们惊慌了 只要天一黑 便没有女人敢败出 上下夜班都要有男人接送 所有人都人心惶惶 经过判断分析 警方认为 这一系列伤害妇女案和二妖伤害案 无论从作案方式 还是侵害对象都比较类似 凶器也都是类似匕首的东西 至此 警方将这一系列案件 命名为二妖系列伤害案 进行重点侦破 一旦出现这种案件 警方就会将有前科和社会闲散人员 挨个拿出来过关 同时 警方决定 加大对案犯曾经出没过的地方 进行重点巡查 这招果然有效果 三月摸一直到五月初 整个柳河县风平浪静 警方的巡查也渐渐有些松懈 但是对重点人员的排查 却一点也没有慢下来 但令警方没想到的是 就在警方紧锣密鼓进行排查时 1996年5月25日 6月10日凌晨 柳河就有五位妇女在熟睡的床上被带涂刺伤 令人发指的是 凶手不仅用匕首刺伤女人的臀部 大腿 而且残忍地扎下了女人的下体 更可怕的是 1996年6月15日这天凌晨 凶手窜至一户人家 竟然一次将母女三人刺伤腹部 下体 其状惨不忍睹 警方被激怒了 同时 他们也发现 犯罪分子的手段在逐渐升级 从刚开始的路上随机伤人 到闯门入户伤人 更可怕的是 她的手段变得更加残忍 被伤害的妇女 有好几位的生育能力都受到了影响 警方通过现场勘查和检查受害者伤口 发现这名犯罪分子手上应该携带两把匕首 而且这两把匕首的形状 都不是市面上能够买到的 很可能是犯罪分子自己加工的 但遗憾的是 受害者都是女性 没有和犯罪分子进行过搏斗 因此没有留下血迹 至此 警方已经明白 自己面对的是一个专门针对女性犯罪 凶残程度不断升级的变态狂魔 如果不能尽快抓住她 很可能就会发生命案 所有的柳河警察都动员起来 进行全方位的布控 这一布控就是三个月 绷紧的神经也终有松懈的时候 无论是警方还是民众 都渐渐的好了伤疤忘了疼 但是该来的终究还是要来的 1996年9月27日 凶手的残忍程度再次升级 这天晚上十一时许 一个黑影潜入柳河城关乡某公司 残忍的将女职工郭某割井杀死后剖腹 并且把她的乳房带走了 郭某的亲属发现后 吓得哇哇大哭 经过现场勘查 所有警察都低着头不说话了 原因没有别的 太惭愧了 经过大半年的折腾 几乎所有人都被动员起来了 但就是没有抓到这个变态 现在她又出来作案了 而且还杀人毁尸 至此 柳河县的系列残杀妇女案件 正式成为了通话室公安局重点案件 在市局的统一指挥下 案犯的各种身材和面部特征被全力挖掘 但可惜的是 所有活着的受害者 都是在熟睡中 或者是背后遭遇袭击的 作案时间又都是夜晚 对案犯的描述极为混乱 有的说有20岁 有的却说有40岁 有的说身高在1.7米 有的却说还不足1.7米 但是所有人都反映 这人是个长脸 仅凭这样的特征 是很难缩小案犯人群的 而且令警方难以入手的还有一点 就是案犯从来没有性侵害行为 以往类似的案件中凶手必然进行性侵害 但是这一系列案件中却没有 反而是对女性的性特征进行破坏 因此警方认定凶手遭受过女性的侮辱或者嘲笑 或者呢 自己是性无能 才做出如此变态的行为 但是性无能这种事情却无法调查 受到过女性侮辱和嘲笑的男性都很多 也不能一一进行询问 专案组思虑再三 决定仍然是一方面靠遁守 另一方面呢 对有作案实践的男性进行挨个排查 这一排查又是一年零六个月 在这一段时间内 案犯似乎眼旗息鼓了 但所有警察都知道 前两次认为案犯消失后 马上就是响亮的耳光 这次自己是绝不会再被骗了 但是长时间大面积蹲守 是警方难以承受的 采取的措施 终于慢慢从全面铺开到重点蹲守 但是这却给了案犯机会 又一起血案发生了 1998年4月2日晚22时徐 一个黑影鞋刀窜至柳河县程洪家 他先将屋外的电线割断 然后偷偷地潜入屋内 可没想到的是 程洪夫妇尚未入睡 他们马上穿上衣服起床查看 黑影见状马上就离开了 程洪夫妇马上叫来邻居 治安员和警察也来到现场勘查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从程洪家出来后 黑影立刻直奔他的妹妹程波家 从后窗跳入室内 分别像正在熟睡的程波 及其丈夫警部割一刀 其丈夫当场死亡 未死的程波跑出门外呼救 黑影追上去 将其杀死在一村民家大门外 呼救声引来了程波家附近的人 村民起来后 查看发现死人了 马上就报警 正在程洪家询问和勘查的警察马上来到现场 但由于是姐妹两家先后遭受袭击 警方怀疑是本村的人报复杀人 没想到此时黑影已经离开了大兴村 往向阳镇跑去 当晚24时许 黑影行至向阳镇节礼时 与该镇妇女王波相遇 黑影此时已经是杀红了眼 同时为了灭口 就冲上去捅了王波两刀 王波奋力呼救 黑影迅速逃走 王波被刺成重伤 等周围邻居和警察来到时 黑影已经是无影无踪了 柳河警方是极为恼火 案犯一晚上作案三起 造成两死一伤 这简直是疯子所为 经过一年半的蛰伏 他似乎急于发泄自己的疯狂 警方立刻展开大规模的作案时间排查 但是仍然一无所获 凶手似乎并不是曾经有前科的人 他隐藏在奇数庞大的普通人中 想要抓获他是非常困难的 虽然呢 成红成波两姐妹的家 先后被黑影入室 但是经过调查 两人却没有和他人有很大的仇怨 而经过警方深入调查 成红成波都长得比较漂亮 有本地人谣传 两人曾经在出外打工期间做过小姐 这并没有真凭实据不足违信 但是警方却注意到这一特点 也就是被害人长相漂亮 同时又被人传言比较风流 而之前的几个受害者也都长相漂亮 这是巧合还是凶手侵害时选择目标的特点呢 就在柳河警方夜以继日进行侦破的时候 黑影已经逃出柳河县 来到周边县市疯狂作案 1998年5月30日晚24时许 黑影持刀篡置位于柳河县南边的辽宁省新滨县北四平乡火市村 潜入村民张桂波家 朝正在熟睡的张未婚妻颈不割一刀 致其死亡 6月10日凌晨1时许 黑影又篡置新滨县新滨镇新街赵雪家 朝正在熟睡的赵景不割一刀 赵腾醒呼叫 黑影立刻转身逃走 赵雪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 6月21日晚21时许 黑影又篡置新滨县新滨镇居民王岩家 遇待王睡下后将王杀死 被王发现后离开 黑影随即潜入王的邻居康丽波家 躺在炕上的康丽波发现起身 黑影上前对炕的脸部割了一刀 康奋力呼救 黑影跃窗逃走 康丽波造成重伤 6月24日凌晨1时许 黑影再次篡置新滨镇胜利街杨广回家 用刀将熟睡的杨广辉及其妻子的腹部剖开 两人被送往医院抢救时死亡 黑影不但南下 而且还北上 一路向梅河口是杀去 1998年6月1日凌晨1时许 黑影持刀潜入村民刘文学家 先照熟睡的刘七颈部割一刀 致其死亡 在割刘文学颈部时 刘奋力反抗 黑影逃离现场 1999年8月13日晚十一时许 黑影持刀从后窗窜入聂胜采家 先朝睡在炕上的聂胜采颈部割一刀 将聂杀死 这时睡在地上的妻子于宝英醒觉欲扑出呼救 黑影追至里屋 潮于的颈部割一刀将其杀死 1999年5月31日晚二十二时许 黑影窜至爱林村 潜入村民鸾奎钢家 先后照鸾奎钢及其妻孙立平的颈部割一刀 致二人死亡 连续杀人案的出现 让整个地区都陷入了恐慌 所有人都吓得夜晚不敢入睡 公安机关压力达到了顶点 而经过现场勘察 犯罪分子应该是开摩托车来到现场附近 而后不行进入村子作案 这是一个重大发现 说明犯罪分子并不局限于一地 而是在这个地区进行半流动半固定的作案 在新边县的作案显示出一定随意性 再没合口时则有一定目标对象 而警方又再次发现 案犯侵害对象虽然有男有女 但是有个特点就是女性长得比较漂亮 在当地也相对比较有名 案犯如此明目张大地跨区域作案 又使用了独立交通工具 但是经过多次排查 警方始终没有发现合适的嫌疑对象 至此通话是警方已经无能为力 这起案件经过层层上报 成为国家公安部挂牌独办案件 要求吉林省公安厅 会同辽宁省公安厅权力侦破 但可惜的是 案犯在作案时留下的证据太少 而其本身没有前科 所以案件始终没有什么进展 从1999年5月底 案犯似乎就在这个区域消失了 无论柳河县 新避险还是没合口时 都是没有发现类似的杀人案 警方趁此机会梳理以往案件 发现同类案件也曾经在三地出现过 只不过没有杀人 所以呢 之前没有纳 入系列案件 现在一梳理 发现该案犯已经杀死12人 伤17人 国家公安部也被这一数字震惊了 虽然警方挖地三尺 但案犯就是没有踪迹 直到2000年8月24日 新滨自治县的北四平乡 在一条静静的小河边 一个全身雪白风飞的妇女在洗澡时 发现一个面貌丑陋的男人 正冲她飞快地跑来 女人立刻大叫了起来 她的丈夫纹身从远处跑来 丑陋的男人见此情景连忙逃窜 可是她的长相却被人家记了个清清楚楚 据女人和丈夫描述 这个人身高将近1.7 大长脸长得很丑陋 逃跑的时候骑一辆摩托车 警方得知这个消息后 马上派人对这对夫妇的描述 制作了模拟画像 很快一个丑陋的男人就跃然于纸上 因为这人长得很有特点 所以经过大规模的摸牌对照 警方发现了这个人的真实身份 2000年11月7日 犯罪嫌疑人杨红军被警方盯上了 而她似乎也嗅到了空气中的紧张气息 于第二天凌晨出逃 但是天网灰灰疏而不漏 她在逃窜了四天之后 被我公安人员侵获 至此 发生在吉林省柳河县的系列残害妇女案告破 同时还发现杨红军还犯有抢劫 放火盗窃等多项重罪 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个变态杀人狂的人生轨迹吧 1964年 杨红军出生在吉林省柳河县向阳乡的一个普通的采法工人家庭 作为一个伐木工人的儿子 他们家在当地还足比较富裕的 因为他长得瘦小枯干 尤其貌不扬 所以在班级里经常受同学们的歧视 使本来并不内向的杨红军慢慢变得不那么和群了 这种孤独使他产生了强烈的表现欲 却不知道如何发泄出去 13岁那一年的春天 杨红军突然感觉自己被一种异样的情绪所左右着 几乎是一夜之间 他对异性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兴趣 就在那一年夏天 向阳乡的一个公厕边经常有一个少年在徘徊 最后男女厕所之间那道墙被人打通了 有好几位妇女惊恐的告诉家人 他们经常会发现 南侧那边射过来一双闪着荧光的眼睛 9月的一个下午 埋伏在公厕边的两个汉子突然冲了出来 把正在那偷看妇女方便的人捉个正找 一看原来是杨红军 两个人不由分说把他一顿狠揍 然后又把他拉到他的家里 警告杨的父母 管好这小子 下次让我们捉到 一定把他送到橘子里去 1986年7月 杨红军与一位公有的女儿结了婚 一年后有了一个儿子 该有的他都有了 每天下班回来 他会逗儿子玩耍 有时也帮妻子做些家务活 妻子知道丈夫上做累 一般很少让他帮着干活 慢慢的孩子大了 每天杨红军回家 像是没有什么事情可干了 便学会了喝酒打牌 1993年冬天的一个晚上 杨红军与几位朋友来到了一位朋友家 朋友说放个片子给大家看 录像机一开 只有与自己老婆在一起时 才有的场面展现在了他的面前 他看得心惊肉跳 逐渐激动万分了 就摸黑跑回家里 像饿狼扑式一样 把老婆放平在炕上 发泄一通才算完事 以后他就频繁的出入录像厅 而且专门要看那些毛片才觉得过瘾 这时的杨红军被一种 连自己也不明白的力量所左右着 连他自己都觉着要有什么事情发生 身边的一切已经不能也无法满足杨红军 1994年春节后的一个晚上 当他喝了点酒后 独自一人来到了一家歌舞厅 找了个小姐 就在那个小包间里 他急不可耐的与小姐讲好了价 三下五除二 就把小姐的衣服拔光了 也就第一次尝到了野味 从此他就一发而不收 1995年春 长得丑陋的他 好不容易勾搭了一个女青年 但是被其妻子发现 后上女青年家里去闹 女青年就同他断绝了关系 1995年11月初的天 怀里揣着五百多元钱的杨红军 来到了火车站 有了几年风流时的杨红军 装作真要住店似的 跟着一个小姐进了家私人旅店 小姐被她安排好了房间后 还没等小姐有什么表示 她就急不可耐的过来抱人家 就在这时突然闯进来两个高大壮实的大嫂 前边那个说 兄弟 住店得先交钱 这是这里的规矩 杨红军满不在乎 同时也很老刀的向炕里一歪 怎么 先交钱 也行 五十还是三十了 这时 后边的那个胖女人呼的一下冲上前来 一把把杨红军从炕上拽了起来 其速度之快 力量之大着实让杨红军吃了精 什么三十五十的 你兜里有多少钱都给老娘拿出来就没事 杨红军明白了自己不是他们的对手 只好任由这两个壮实的女人把她全身搜了个遍 五百多块钱全被两个女人拿走 事后她越想越不是个味儿 五百元钱要流多少汗水才能赚来呀 就这样轻而易举的被几个娘们给抢去了 这么容易的就拜在几个女人的手下 杨红军左思右想怎么也咽不着口气 可是事情还没等她回味过来 却发现自己染上了性病 妻子知道了 跟她大吵了起来 把她骂了个狗血淋头 病痛和心痛 让她突然对女人产生了一种无边的厌恶和仇恨 她想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了 对女人 尤其是那些年轻的有些姿色的女人 有了这样的想法 她不由的激动起来 全身燥热 左力不安 杨红军想报复女人 尤其是那些年轻漂亮的女人 她自己用废弃的伐木鞠条 打制成两把锋利的匕首 赚了几天 她没有下手的机会 1996年1月27日 她来到佳歌厅领出个小姐 她想把自己的病传染给这个鸡婆 但是也许目的性太强了的缘故 她却不能介入 小姐对她的失败加以嘲笑 杨红军不由的大怒 就是在这一刻起 她觉得再也不能忍受女人 1996年2月1日晚上八十旭 在镇子的家制药厂的山坡上 杨红军看着一个年轻的女子从车间出来 向厕所的方向走去 杨红军激动起来 立即跟了土去 这时又一个人从车间里跑出来 追上前边的女人 杨红军犹豫了一下 还是跟了上去 一起坐俩 这个想法令她兴奋 正当两位年轻的女工蹲下方便时 杨红军突然闯进了女厕所 一句话没说 冲着两个人的臀部一人一刀 她在两个女人的惨叫声中 飞快地逃离了现场 她在路灯下确认没有溅上血迹后 若无其事地回到家里 在兴奋和惊恐中度过了个不眠之夜 没有人来找她 她成功了 于是惊恐消失 剩下的只有兴奋 之后的几天里 杨红军千百次地回忆着 刀子插箭肉里的感觉 和那两个女人的叫声 每每想起都令她兴奋地坐立不安 一种成就感 一种满足感 在杨红军的内心里溢满了 然而这种感觉过了十多天后 就不再强烈了 对女人的仇恨和对那种感觉的需求 让她再次揣着匕首走出家门 连续多次作案 因为女人们发现街上不安全 就很少出门 一连几天 杨红军几乎找不到残害妇女的机会 可是她那对女人的仇恨 那不可遏制的杀绰冲动 折磨得她几乎都无法睡上一个安稳觉 焦灼和无处发泄的恨 让她进一步行动了 她不能忍受年轻的女人们安稳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是他们害了我 我这一生也不让你们安宁 路上残害不着 那就进屋吧 她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入室商人 只有进一步的凶残 才能满足她报复女人的激情心理 1996年9月27日 杨红军的犯罪残忍程度开始升级 这天晚上她第一次杀人 并残忍地毁坏尸体 并把受害者的乳房带走了 1997年春 杨发现其妻与义男人关系一场 她觉得自己老婆不让自己在外面找漂亮姑娘 但是自己却找其他男人实在是可恶至极 由此她对女人的嫉恨更加升级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一个家庭被破坏了 一个个年华四季的女人死的死 伤得伤一片悲凉 而这时的杨红军却是感觉最幸福的时候 此时的杨红军正被一种成功的感觉左右着 继续着自己的勾当 她甚至再一次与朋友喝过酒后说 天下只有老子我能治女人 追溯杨红军的犯罪诡计 可以发现与其严重的心理变态和人格障碍有密切的联系 童年时因为长相不佳 受同学排挤从而不合群 只有自己孤独的排遣自己的寂寞 这无形中给她带来了精神创伤 给其心理发育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 发展到后来通过偷看女人上厕所来获取一种心理满足与安慰 婚后因为生活没什么压力 有多余的时间难以打发 精神上的空虚加上不良的环境的影响 使她屡屡在外寻求利基和性心理与生理的满足 屡屡得手的她没料到不但前辈抢还染上了性病 加上先天素质的缺陷使她产生了极重的报复心理 在这种变态心理的促使下 就频频作案不但杀死年轻漂亮的女人 还专门刺伤女人的臀部大腿甚至下体等部位 更令人发指的是不但杀死了人还搁下乳房带走 她一步一步演变成色情杀人狂 以种种凶残的方式不断实施犯罪 用来满足自己严重扭曲变态的性需求 2001年4月18日专门残害年轻漂亮妇女 搅带人心惶惶的杀人恶魔杨红军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消息传开全县城乡四处响起鞭炮声 今天的讲序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订阅 感恩祝福大家